Photoward介面说明 启动了Photoward这个程式之后 首先我们可以在上方看到一个开启旧档的按钮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选择之前所存档的Photoward的一个专案档 那另外呢在正中央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建的按钮 那这边呢就是开启新的档案开始来创作的位置 那左右两边呢则各有一个灰色的标示着即将推出这样子一个字样的一个按钮 那这代表的是Photoward的开发团队 他之后呢将要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个功能 那但是啊因为他已经把这些新的功能做一个预告了 所以呢当我们按下了新建之后 我们进到了这个Photoward的主画面来 那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功能呢目前呢还是不能够来使用的 例如在排列这边我们会看得到有两个部分 它就是呈现灰色的那这两个功能呢目前就是无法使用的 这样就能够来使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